关注回生健康挂科 大家好我是回生 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款水果 这一款水果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牛油果 那么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数据显示 在健康饮食当中 加入这个牛油果 能够帮助降低机体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包括就是降低这个机体的胆固醇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那牛油果里面还有这种大量的膳食纤维 甲、铭、叶酸、维生素C 还有维生素K 同时的它也是已知的 这种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的一个来源 也就是说它里面还有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代替还有一些脂肪很多的这些食物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 比如说代替这些黄油、奶酪 还有加工肉类 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那么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的 一篇杂志上的一篇研究 根据国外的这些研究的人员显示 通过研究就发现 这个摄入牛油果或许是有益健康的 文章中就发现了 研究人员发现 每周至少吃一个牛油果的人群 相比那些从来不摄入或者说很少摄入的人群 他患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16% 患冠心病的一个风险会降低21% 利用同样水平的牛油果来去替代每天半份的人造黄油 黄油、鸡蛋、奶酪、酸奶 还有加工肉类 比如说熏肉 那么或许呢 与我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6%到22% 直接相关 其实呢 在2015年的时候发表在同一个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报告 研究人员也发现每天摄入一个牛油果来去作为适度的脂肪性的食物的一部分 或许能够使我们这些有害的胆固醇的水平降低 那研究人员就表示 尽管牛油果并不是改善我们心脏健康的完全的拒绝方案 但是研究已经表明将其加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 或许会产生很大的健康好处 当然呢 一切都要适度 我们吃任何食物都要适度 因为牛油果啊 它并不是说没有热量的 一个中等大小的牛油果 大约有240卡路里的热量 还有24克的脂肪 但是呢 虽然说它是一个健康脂肪的一个来源 但是它其实热量还是偏高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控制量量 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牛油果来去代替一般饮食当中的有害的饱和脂肪酸 那这样子 这种方式会更好一点点 那么如果是我们在吃这个牛油果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摄入太多的其他的一些 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饮食 比如说薯片 油炸食品等等 那么关于牛油果的一些研究啊 很多时候刚刚讲的美国心脏病协会 它的一个推荐 其实都是推遵循着这种地中含饮食的模式 就是更多的去关注 或者说摄入蔬菜 水果 骨类 豆类 鱼类 还有其他一些健康的食物 比如说一些其他一些植物性的脂肪 比如说橄榄油啊 菜籽油啊 芝麻油啊 还有其他一些等等 这些饮食啊 去增加去增加这些类型的饮食的一个摄入 那么目前呢 其实关于牛油果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啊 都表明这个牛油果确实对我们的心脏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我们血脂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你对这个牛油果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好的 关注回生 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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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